皮套不喜欢,剧情没起伏 底气坑,等完结后再决定补不补 两季分化严重,过山车般的体验 平平又庸庸,实质无畏,气质可惜 只因某种不可抗例因素 叔叔于两个半月前放弃了和大家一起时吐槽Arc 中间也听闻了许多类似我上面那句的负面声音 直至被最新一集标题整了,我才有决定跟上进度 然后这期的话叔叔想分享一下自己 补完播出过半了Arc后的看法 为了与前一作做出区分 相信屏幕前的各位 是Arc开播前,当然通过其形象以及公开的想象力主题 就已能明显感受到,今年的大方向是迎合小孩子 当然,我认为这更多是基于万大想要保住 令和世代K层观众的考量 在这点上,叔叔认为Arc做的远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得多 只因我们这些老东西也时常被他释放的想象力给够落 更不必说孩子们了 而其中的集大成,我认为是第8集 首先,题材本身就极为贴合当前社会趋势 导致部分乃至文系发挥也十分出彩 再此之于还富含教育意义 相信再过几十年,甚至十几年 我都不会忘记这集,就到这种程度 不过,想象力本身也存在着悖论 当尺度没把握好时 他也将成为网友抨击节目的利器 毕竟想象力是有限的 而且,在见识了前座的花式甩标枪 到上战队奔奔奔奔的花式变身 以及雅兵骑士Gabu玩出花的各种形态之后 我会不可避免的拿来和Arc释放的想象力做对比 在兴奋御子被不断拉高以后 其实我更希望在后续剧集中看到一些利用玩具而非技能来释放想象力的场景 我相信在你的构思足够出彩的前提下 观众是不会去排斥玩具展示环节的 关于这点,是我在看完假面骑士Gabu这一场景后的直观感受 当然,无论如何,我是认可今年这种释放想象力的尝试 只因它本身就具有打破传统的象征意义 这是在Arc开播前,听闻今年要搞什么令和归曼时,我所无法想象的 除此之外,Arc在打戏分钉设计上的巧思 其实也为释放想象力增胜了10分,甚至9分 其中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第一级Arcvs下攻的战斗 以及第三级ArcvsDigalos的战斗 过程中平常出现的视角切换镜头都是让我眼前迷了 对于时间关系,这部分我先点到为止了 只因我办出这段是为了更好的承接下一话题 即多视角看待问题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今年各种媒体有关怪兽和Arc的采访 又或评论在剧中出现的频率会比以往作品更高 我个人其实挺喜欢这种形式的 毕竟每个人看待事物的角度 大抵基于它的社会地位,较有程度的 他们会通过电视采访等渠道抒发己见 进一步让屏幕之外的观众们发散思维 而今年Skip为了守护去调查 而非为了守护去战斗的定位 也注定了Arc天生自带有别于过往作品的视角 至于防卫军视角 更多时候才去通过食堂这个男二号去转达了 其实我们看完最想去讨论的话题 食堂基本会在他每周的日记中提及 比如第六集后 食堂对Arc放走了第三只下攻的行为 在日记中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如果这个事件发生在一个容易造成更大伤亡的地方 比如人口比较集中的都市里面的话 Arc不仅怪兽最后一集就离开 会发生什么事呢 又或是第十二集后 食堂对吉巴斯离开地球的行为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防卫军的部分人觉得 吉巴斯认为Arc是强大的敌人 所以才逃跑了 等他重整旗鼓之后 并会再度发起进攻 这些部分我其实挺喜欢的 但该说不说 我真的很想吐槽一下元国这家公司的人 为什么每次都要在剧集播出的五天后 才把食堂的日记分享出来 而且有些时候想去了解热播中某集的幕后发续之类的 还得看排射那集的创作者们 有没有闲心在推特上分享 说白了 李源为什么不能学东鹰那样 每周在官网分享些有用的信息呢 这不也能变相提高当周播出剧集的话题度吗 有考旅国卡奥的观众不只有小孩子吗 当然我在这里抱怨这些也没什么用 先要回正题吧 我想借由多视角这份现象 自己对于争议很大的第7集 以及第11到12集的看法 退更期间 我也多早看了些有关这三集的负面信息 或者说正因为他们的负面信息太多 才促使我又回了坑 关于第7集 等实际观看完 我觉得那个精灵说了话 让我有种恨不得 钻进屏幕抽他两把掌的冲动 等频繁的心情 我也认真思考了一番 最后得出了结论是 刚刚为什么没有吐口蛋在走 惯性的是 优马没给这个臭傻逼带篇 而是做出了他认为正确的选择 在这点上 我认为是有给优马的塑造加分的 至于这集还得结合上防卫军思想 才能比较好去翻篇 实际日记内有写到 当时防卫军内部有观点称 若是能发动总攻 也能不借助ARK的力量 在爆炸前将霍姆加打倒 不过照我看来 这只是基于霍姆加 不会在受到刺激后 立刻爆炸的妄想罢了 所以某种意义上 优马的处理方式 或许才在当下的最优解 至于把问题留个下一代 也是这些创作者们想抛出 如果没有ARK出现 我们该如何靠自己去解决困难 这些问题而已 据中也确实通过优马在结尾的说时 合理化了他放走霍姆加幼崽的做法 但无论如何站在我的角度 问题还是根治了的好 就哪怕你用浩月装甲 把幼崽送去破破其他星球都好啊 当然结局已定 且某种程度上 我也十分佩服这个名叫圣野精子的编剧 实际他仅仅通过二十来分钟 却让这个精灵在我这排进了 花朵 树木 天空 统一梯队 而第十一到十二集 我自己的实际观看体验下来 并不认为问题有大到被狂喷的程度 作为今年的中期大事件 凑凑者们把重点放在了 讲述skip与防卫队之间 那堵又高又厚的墙上 而剧情安排中 也有通过吉巴斯的行为 以及那段有多种含义的信息做引射 至于吉巴斯这一课题的出现 明显有着万代方的大货任务需求 目前看来其他后半篇还有成为ARK小弟的趋势 综合考量这些元素过后 我反倒觉得这两集能拍成这样 以及优马23的矛盾能这么简单就给化解掉 真是太好了 这也得益于两人先前所建立起的羁绊 且蘑菇星人的反场同样有给这两集加分 但以上观点 是我在两集连看的前提下得出的 要是带入实施罪犯的观众视角 第十一到十二号的矛盾冲突设置得过于浅显 问题解决方式也没达到预期或者说一眼看到头 剧情上一堆硬伤还把想象力给吞了 这些东西堆在一起 我想自己要是隔了一桌才等来这样一个后半集 也不可能给到啥好脸色 当然这部分我也想帮这些创作者们找下谷 开头我有提到一点 今年的大方向是迎合小孩子 所以剧情上的设置不会太过会设难懂 这一样说出什么有意的把内容简单化 关于这里的集中体现 正是skip与防卫队之间的高强 或者说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冲突 只能通过双方代表的增值 亦或是说只是优马大方面的直流来体现 好就好在现在剧集紧紧过半 我相信这些创作者们是能在后半段 给这部分画上一个比较完好的句号的 什么 你问我为什么相信 因为相信是不需要理由的呀 然后关于这两集我还想再提两嘴 意思我不知道各位是否会将 优马第十一到十二号的举动 定义为释放想象力 这个部分很暧昧 至少在我这不会把它列入该范畴 其实这十几集以来 我对于释放想象力本身 只存在于打斗和设定之中 多少是有些不满的 所以进入后半篇 我是希望能多些优马 而非阿克释放小姐姐的描写的 二是我其实挺喜欢 第十一集开头 所长给优马和诗堂地律材的安排的 明明所长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众所周知 诗堂是咖啡星人 但从这点也能折射出 他们心中那肚无形的高强 也是因为上半篇设置的这个小细节 给了我不错的印象分 所以无论如何 我对这两集都骂不起来 最后我想再浅浅Q下阿克的主线 其实强单元弱主线 从来不是问题 但结合实在背景来看 错了者们感冒着这样的风险 拍出几乎不设置包袱的节目 着实是需要一点想象力的 跨底度的匮乏 其实也是我当时推坑的原因之一 非要说起来 剧中目前比较明显的两处伏笔 一是怪兽之角 宇宙地生生物乌兹 以及本周登场的宇宙兽之间 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二是食堂究竟跟Skip成员 隐藏了一个什么样的巨大秘密 当然这两者之间 也许是相通的也说不定 就期待阿克后半篇 能在这点上 抖出几个漂亮的包袱吧 以上 后续阿克的相关登坛 等叔叔有表达遇时 会在水基地要落的 等到时候我们再畅聊一番吧 拜拜